一年容易幼中秋 有大埔居民近日發現 區內有不同的屋邨都展出了中秋兔子裝飾 其中在富亨村亨勝樓的旋風 就設置了一隻巨型的嶼器兔子 造型始終坐在旋風看著月色 不過街坊就笑話 這隻兔子好像危在平台 中秋街折那麼看不開 還說如果街坊不知道是裝飾 可能會嚇倒 甚至有機會令小孩有樣學樣 也有人質疑那個裝飾 或影響住附近的街坊 而那區區議員何偉林 就特意發文幽默回應 她說收到街坊報料 說亨勝樓有隻巨兔偽座 情緒激動 她於是發生做談判專家可仔 說到現場 還說笑話已經成功遊說巨兔 在中秋後自行回到月球 對於居民而慮 裝飾會令小孩有樣學樣 何偉林就說 如果這樣 沾沙咀的聖誕燈飾 全部都要收起來 現在的小孩有基本知識 她又說 在現場看到有不少居民打卡 呼籲街坊快去勸一下巨兔吧